昨天晚上专门用了一段时间去看了一下 我最开始上班那个单位同事们的情况 就是非常有感慨 有的曾经是头发非常黑 现在是满头白发 因为在本系统内人员的流动情况 还是很频繁 就是系统内的交流 所以看他们相关的这些微信公众号 就是觉得有一种比较恍惚的感觉 后来想一想还有点害怕 就是觉得这个时间力量真的是太强大了 以前印象里好多年离开单位了 似乎对于那个单位的印象总是定格在我离开的那个年代 那些人 他们的面容 他们的组成 似乎是一成不变的 但是现在看真的变化太大了 后来我就推算了一下 其中应该有相当多的人都已经退休了 又有一些新的面孔 又有一些新的面孔 觉得很感慨 进而又想到了 小的时候在胡同的最西边 有一家那是老两口 那个老太太当时 反正她俩 那个老太太有点驼背 我现在还记得 隐约记得 而且还是很小的脚 就是过去 他们裹脚 那个驼着背 然后穿着好像比较厚的这个衣服 头发花白 个子不高 然后那个老头呢 戴着一个叫鸭舌帽 戴着一个眼镜 并且呢 主个拐杖 身体六折 一点都 一点都不驼背 然后也比较瘦的一个老头 个子也不低 印象里呢 他们老两口 待着没事就在 胡同口 那个边上站着 他们 因为我们那个胡同最西边 那个横着的 就是说 南北向的是一条道 过了那个道呢 就是一个小学 我们那个胡同 东边是一个幼儿园 胡同的最东端 其实那个胡同特别长了 就是 但是不是特别直 就是在一个相对直的这么一个区间 靠东边 那个端口是一个幼儿园 然后靠西边呢 就是这个 我说这个老两口家 然后 他们应该都已经不在了吧 就是很感慨吧 就是 在我非常小的这个 记忆里呢 觉得他们好像总是那么老啊 就是一开始就是他们就是那么老的 然后 我家的东院 隔一家 然后 有一个老奶奶啊 那当时好像有 好像当时也有七八十岁了吧 老奶奶 然后 现在应该也不在了 他们家后来 他们家后来据说搬走了 大家继续搬走了 哎呀 很感慨啊 就是说现在呢 自己的父母呢 一不一晃呢 也成了他们 年龄大的这个 就是当时这个胡同 最西边那家 那个年龄了 也是 我跟我爸 微信 打电话啊 就是在我妈妈过生日的时候 我打电话 这边 这边是没有人扶吗 没有人扶吗 我记得应该有人扶啊 这边有点问题 这边人们会有没有什么反应 他摔倒了 没有人管他吗 他明显是摔倒了 我怎么感觉 嗓子要咳嗽呢 不是中招了吧 有点要咳嗽 他这个人应该是摔倒了 是不是应该有人报警 警察来把他救走啊 我怎么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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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